- 欢迎收听- 波霸变talk - 我是芯蒂 - 我是小伦 - 诶 芯蒂啊 - 我们今天要有主题呢 - 就是某某某 - 你有看过我们就是一个很红的国片 - 红衣小女孩吗 - 我这个人就是从来不看鬼片的 - 蛤? - 你是不是完全一点都不看 - 连你男朋友找你去你都不愿意 - 我不要 - 不是啊 - 不觉得鬼片很可怕吗 - 像我要看的话就是看那种搞笑的鬼片 - 可是我也才就是看过一次而已 - 平淡根本就不太会想去看耶 - 哦 -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鬼片的人 - 红衣小女孩一二五都有去电影院看 - 天啊 -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聊那个某某某某嘛 - 那我想大家最熟知的那个某某某某某 - 要代表应该就是红衣小女孩了吧 - 除了我们就是现在看的这个国片 - 大家知道 - 就是红衣小女孩的奇缘是什么吗 - 你知道吗 - 我不知道耶 - 我不知道耶 - 我只觉得她就是会出现在山林的东西 - 山林就会有一个少女孩穿红色的衣服出现在那种 对我对他印象就是这个而已 就是我们大众啊 比较熟知有红衣小女孩的话 其实是来自于就是1998年 那时候有一个很红的灵异节目 叫神出鬼木 然后呢 节目的进行方式就是 他会收一些观众的那个投稿 对 就是其中有一个观众 他就是投稿了一个 他们在台中那边去做散散交友的时候 他们就用V8去摄影 然后就拍到他们在游玩 就是登山那个时候都会一列一列 就是有那种排队这样子走上去嘛 然后就看到最后的那一个登山队的后面 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就是穿着红色的衣服 可是他的脸就是非常的苍老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把这个V8寄到电视台这样子 之后这个红衣小女孩这件事情 他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因为就开始有很多人就说 他可能也在山林啊 也看过这个东西啊什么的 就大家就开始熟知 有红衣小女孩这些东西 然后他也知道说 他是出现在山的这种某形那的概念 所以就是节目上就有把那段画面 就是对 你现在去Google就是 红衣小女孩 应该就是大家共同对于领衣节目的那个记忆 这样子 对 但其实这个算是大众的说法 但我自己就是有看到有一个中研院的学者啊 他叫林美荣 他有提出另一个关于红衣小女孩起源的 大家以为他是来自于山林嘛 可是就是林美荣 他是一个应该怎么讲 就是红衣 某形那的研究学者 对 他本人就至少访谈过200多个就是某形那的案例 然后他就曾经接受一个民众来电 然后那个民众就跟大家讲说 最初出现红衣小女孩 其实是他年轻的时候 军营出现的 然后那个军营呢 是在一个某一个学校的后山 不敢讲 某一个学校的后山的宪兵营 当年他们在服役的时候 就听说过都会有三个红衣鬼 然后有两个老人一个年轻人 那这三个红衣鬼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听说之前 那一个学校的后山 曾经是日治时期的时候 日本人在那边做活体实验 所留下来的 所以那三个就是 对 那时候实验的 对 就很常有军人就是会说 献兵卫兵的时候 就看到三个穿着红衣服的那种 一两个老人一个小朋友鬼这样子 对 不过这个就是代考证啦 就是其实红衣小女孩的起源 有非常多种说法 那如果是一般大众认知的 就是灵异节目出现的那一个 对啊 就是在山林里面出现那种 对啊 对啊 像我这边 我还印象深刻就是在 就是今年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 就是还蛮印象深刻 他就说 就是云林有一个小六的男孩 他就是骑大家车去上学 然后结果他就是 明明是三分钟的路 可是他骑了快一个小时 他会累死 就是感觉就很像鬼打枪 然后后来就是他脸色苍白 就他就跟家人说 述从里面的阿姨 他的声音就是叫我过去一下 小男孩就四处看 就是看他的声音 然后就觉得乖乖的赶快掉头 后来就骑车上学 可是他印象中 这明明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情 可是结果就是这样 就过了一个小时 他没有被那个就是吸走 对 感觉就是一个听声音 然后变成就鬼打枪的一个故事 对 还蛮离奇的这样 然后不然就是 我也有看到 今年五月的时候 就是花莲 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嬷 然后他们要上山去 他们家的公导去喂狗 然后结果失踪了三天 三天 对 然后当地的人看了不对劲 就觉得阿嬷是不是被牵走了 是常常有人被 不知道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还蛮迷信的 就只要有人消失在山林里 好像真的很容易就说 他是不是被魔神要牵走这样 对 大家就觉得寄定一下觉得 山里出现的应该就是魔神 对反正后来他们就建议 就是放鞭炮驱魔之后再去找人 对结果不久之后就在当地的 有一个叫女鬼瀑布的地方就找到那个阿嬷 然后那时候阿嬷 根据阿嬷的说法 她是说那时候她是去喂狗 然后就一直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又跟上一个故事很像的 就寻声然后去去找 然后结果之后她就是完全没有记忆了 就直到被那个搜救队找到为止 那时候搜救队也觉得很奇怪 那个女鬼瀑布离她喂狗的公导 其实不到一百公尺 两个地方很近 可是他们就是搜救队在去找阿嬷的时候 就三十几个人 就在那边就明明一百公尺 可是绕了无数次 找了四个小时都没有看到人 然后结果隔天阿嬷就出现在这里 仿佛出现了一个屏障 就是又很像鬼大墙的一个 对啊 我觉得这种 某些阿嬷故事好像都有一种模式 就是好像会有一个 一个他们都会听到一个不明的声音 然后就整个魂不守舍就被牵走了 对而且他们好像都就是失踪的人 可能都会不再记得失踪的过程发生什么事 嗯嗯嗯嗯嗯 对就是会丧失那段记忆 就只记得哦我被他 就是听到他有声音在叫我 对啊 而且他们就是结果最后被找到都 也都没什么受伤 还有我听过有一个是 他记得 就是他可能有三 就有一个阿嬷也是走失 然后他就是三天 然后他就被找到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 哎山里有很多人陪我玩 然后他也请我吃东西这样 可是大家一看他的 就是嘴巴什么 都是泥土 对 当地的那个食物 对 野味 要吃野味 对啊 对啊 所以他们好像就是都有一点共同点 嗯嗯嗯 那他们就是跟鬼的差别是什么 哦你说某行那跟鬼吗 对啊 嗯 我觉得 呃我自己这边是有看到就是那个中演院学者 他真的是一个研究学家 大家如果有有兴趣真的是可以去Google一下 就是林美容 然后他的某行那研究真的很特别 就是他说 其实他自己很惊讶的是 就是某行那他有一点像是我们人类早期生活在丛林里的那一个形象 所以他把某行那跟鬼分两个差异就是某行那是居住在山林里的那种精怪 然后鬼呢反而是人死后所幻化而成的灵魂这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就是居住地 可能 对 就是沉香 就沉香这样 然后像某行那啊 对人做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像是融入社会化的过程 某行那他比较常会去迷惑一些老弱妇孺 然后把他迷惑到山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要他的衣服穿 然后要衣服穿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他想要有一个衣服 然后去有点遮羞 就羞耻心的展现 然后有点想融入人类社会的这种概念 哦那所以招待他吃东西也是吗 可能就是好客吧 我现在也是蛮好客的 对 所以他其实有说如何把迷失在山林中的人类叫回来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山林中呼唤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去让他记起他其实是属于平地上的人们这样子 可是这个好像跟一般听到的说法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就是你去山里就是如果遇到了那种某行那 或是被叫名字 好像一般都会叫你说你千万不能回头或是不可以回应他 否则很容易会失去意识 对 就像我们晚上我们不是也说不要叫别人的名字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论点还蛮特别的 对 然后我好像还有查到说就是如果你在山上遇到某行那的话 就是你去登山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带着盐巴或者是盐巴加米 然后就朝着那个某行那去撒 然后他就会退散 这个这个民宿的做法 这个我们以前看到的什么就是民间家里撒盐啊 然后用那个门槛 那种做法很像耶 对啊 那你知道其实台湾也有所谓的就是某行那的热灵吗 某行那也有偿出过地方就是 对就是如果你摊开那个台湾早期的地图啊 就有一些地方他是直接用某行那灌名的 在哪儿 他的地名就会叫什么某行那坑某行那洞某行那山 就是某行那是一个上面的那前三个字这样子 对啊就还蛮有趣的 然后你看看那个地图一看 他其实都出现在双北地区 像是台北的南港 南港 对或是平溪的青铜古道啊什么的 然后你把这些点串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大片的山林 所以早期我们双北地区可能是 就某行那互通的地方 某行那去住地这样 就是会在隔壁四处游移 对可能随着开墾那个山越来越少 对吧 就是附地越来越广大 对对 所以就是双北地区其实关于某行那段传说也是蛮多的 就是比较多案例会发生在双北地区那一山上 对 像我这边 就是我们ET Today 有一个行之有年的 真鬼故事的活动 叫大家来说鬼 然后2017年 有一个作者叫郑宙林 然后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当一群人一起被 谋行那缠住时 他里面就有提到 他在北夷公路那边遇到 谋行那的故事 你有去过北夷公路吗 我应该有吧 不确定 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次 晚上误闯那个北夷公路 所以我对他这篇文章 特别的有感觉 就是他就是说他们 是住在北夷公路那边 就平临新店附近 然后他们那天就五个人 两对情侣 然后一个单身狗 还要强调他单身狗 没错 就三台车这样子 就吃完晚餐之后 想说就是去平临那边 喝茶 然后从新店到平临其实大概也是要骑半小时到一小时吧 就是看你的速度 平常有没有在跑山这样 有没有在飙车 然后他们就是骑到一半的时候啊 因为北夷公路他晚上的时候 路灯其实没有开的很多 他的弯就是一个一个就是 有点像法夹弯的那种 就是你有看到头文字滴 9万18拐 对他叫9万18拐嘛 所以他其实是那个 有点像头文字滴那种法夹弯 然后他们就骑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对象车突然就是有一阵白雾飘过 然后像是有一台车经过的样子 可是没有看到车 然后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开车灯的汽车呼啸而过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就有点生气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弯道很危险 弯道跟弯道之间 而且其实很狭窄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生气 然后就继续骑骑骑 然后骑了半小时之后 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劲 因为一般他们是常常上去 平临那个地方 可是一般不到半小时 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 所以就是开始怀疑 是不是归搭墙 如果常去北夷公路的人 都一定要有一个必备物品 就是指钱 真的吗 真的 在指钱 真的 我查到很多北夷公路相关的鬼故事啊 就他们最后的解决方法都是 他们会从车厢里拿出一叠指钱 然后烧 然后拜拜这样子 都在原地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停下来 然后就开始在烧指钱 然后之后就 那个雾就 整个视野就 对对视野就比较宽阔了 然后可是其中那一个单身狗啊 他就突然问大家说 我刚才在的那个女生呢 然后他们两对情侣就吓到了 想说 你在什么女生 他什么时候在女生 对对你什么时候在 对 他们会一起行动吗 没错 然后他就说 就是刚才有一阵白烟啊 好像有一个就是 你说像汽车 过来的那个时候 就是那台车 他有看到那台车 然后他就看到那台车停下来 然后走下一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跟他说 他的车坏了 可不可以借坐一下他的机车 这样 就在那一瞬间 就大家两三台车民众一起 可是没有人看到这件事 只有那个单身狗 他的脑中出现了这个记忆 这样子 然后他就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很神奇 想说我刚才根本没有看到这件事发生啊 然后他们还在困惑的时候 那个单身狗就说了 就是 他来了 我看到他来了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往那个地方看去 他就发现 那个女生 他穿着一个白色的外套 可是他身上沾有一个 褐色的那种不知名的议题 然后 他的身上也穿了一个 有一点像是 民国初年的那种棉袄 就不是现代人 而且他就长得很 怪啊 就不像是一个 目前出现的人类 所以是大家都有看到 对 有人看到 然后 可是那个单身狗描述 他有跟他们描述 他看到的那个人 是一个正媒的感觉 对 然后 他们就觉得很可怕 可是他们都看到那个 那个女生了吗 所以他们不敢讲任何的话 他们就想说 啊 待会就是 他们也不要去喝茶了 就往回走 然后 回去的路上 会有一个土地公庙 想说去那边拜拜 这样子 然后结果呢 他们在骑回去的路上呢 在接近土地公庙的 倒数第二个弯的时候 又飘起了 刚才对象汽车的那一个白烟 哦 又是 对 然后 那个白烟消散之后 他们就被 就是 看不清楚路嘛 然后就 有些人就是 有骑到那个 庙那边 然后就发现 哎 刚才那个单身狗不见了 嗯 然后 他在那个 他们就回去找他的时候 就在那个弯道上 看到了他的机车 然后手机跟钱包也在上面 可是 他那个朋友就消失了 那 那朋友的去向 后来有去找他 或什么 没有 因为他们后来回忆起 就是 他们在弯道的时候 他看到 他后面在的那一个 女生 就 他 他有 就是对他们 突然瞪向他们 然后张开 他那个大口 就是 好像可以咬住一个人的 头的那个大小这样子 然后 飞扑而来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知道 应该是 遇到了不敢见的东西 所以他们才会四三这样子 所以 后来 他们 就找不到那个朋友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创作文 还蛮精熟的 感觉很适合拍成什么段片 可是我真的觉得 蛮有机会 因为我自己就是 在半夜的时候 误闯了 那个北宜公路 然后每次 骑过那个 一节又一节的 弯道的时候 我都觉得 很怕转角 就会看见了 一个人影 而且其实 我骑到一半的时候 都会出现那种 很不知名的神像 蛤 对 或是有那种 那种什么 有点像那种 童子 就是 就是 庙前面会出现 那种小和尚的 那种样子的 所以他本来就 石像 对 你就骑经过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 就大灯一照 就看他拍脸 对 然后就是 有点害怕 对 就那边有非常多的 妙啊 什么的 所以 我其实看这个 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蛮有感的 对 因为你有骑过那边 对 对啊 这是 一群人遇到 某行那的故事 我也有一个 一群人登山 然后 遇到某行那的故事 对 就是 之前有一个网友 他在那个 灵异公社上面有分享 他就是分享说 他的 长辈的一个 亲生故事 他说某一年 那个长辈 他就跟他的 好朋友 要一起去挑战 台中的某个百岳 然后他们就找了 经验 比较丰富的 领队去陪同 然后结果在 第一领的时候 走到一半 然后领队的表情 就突然变得难看 那个长辈 原本就想要问 领队说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然后后来那个领队 就对着那个长辈 就比了 噓 这样 就那个手势 那长辈就没有再问了嘛 后来他们就是在 攀到第二领的时候 已经就是快要中午了 然后领队就让他们在附近的营地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这样 然后这时候突然 他们通行的一个山友 就突然看着远方 大家说 诶 这里有沙发 诶 然后 你说在山上出现 对 他就说这里有沙发 诶 然后那个长辈就吓了一跳 他就说诶 奇怪 山里怎么可能有沙发 而且 大喊的那个山友 还打算要坐 坐那个沙发 他也太大胆了吧 对 然后这时候领队就冲出来 但是领队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把大家全部人都拉走了 嗯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纳闷啊 就是 不是说要在这边要休息吗 就是为什么不能做 可是 不论大家怎么去追问那个领队 然后领队就是仍然都没有说话 只是用手笔 叫他们离了 就是离越远越好这样 嗯 然后后来在休息吃饭的途中 领队 看着那组沙发 他的脸色就很难看 然后他们原本吃完饭 他是要往下一个领 就再继续攀登这样 嗯 然后后来他领队就出声制止说 就是因为气象不太好 不太对 就是要大家赶快去下山就对了 嗯 对 然后 要再爬了 对 然后大家其实内心满不满的 但是考量到好吧 既然领队都这么说了 为安全可能还是下山这样 然后后来那个长辈 他就是始终觉得很很奇怪 因为就是在下山的途中 那个领队一直就是回头看着那组沙发 嗯 对 可是他领队也没有讲什么这样 然后直到回到他们登山口的时候 领队才就是微微道然跟大家讲 终于说话 对他终于说话了 就是结果就是原来他们登山 就是登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一只不怀好意的山林 领队看得到 领队看得到 就是跟着他们这样 嗯 可是到休息区的时候呢 山林就不见了 休息区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第二岭那边的时候 嗯 对 那时候不是说有人大喊说这里有沙发吗 嗯 对 可是领队知道说山上不可能有沙发 然后所以他就跑过去沙发那边看 然后结果看到这个景象差点吓死 就是因为那个山林 他呼朋一半 然后就是 在沙发旁边围着 哦 对 然后只要有人坐下去 就会去抓人 对 大家来抢食 这样做幼儿给他们 就是一个抓交替的概念 然后领队那时候 其实是很想出身制止的 可是因为怕触弄了山林 所以他才没说话 就是用手势 可能叫大家赶快离开这样 而且他也怕后来山林就是越来越多 嗯 聚集 所以才会掰个理由 叫大家赶快下山这样 嗯 对 然后其实领队说完的时候 大家是有点半信半疑的 就直到后来就是收到 他们在山上拍的一个纪念照 嗯 然后当天 明明大家是在沙发旁边拍照的 可是 然后大家 他们还跟那个沙发合照了 对 沙发旁边拍照 就是大家都说 诶 明明就是那时候是有看到沙发的 嗯 然后也知道他的位置 跟那个沙发长什么样子 可是照片里面居然没有 没有那种沙发 就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大家就觉得 很猫 就可能是真的 我觉得在百月上出现一组沙发 才是一个最奇怪的事啊 就是一个很 对啊 很不合理耶 很不合理耶 只有领队一个人醒着 这样一直 可是 就像你刚才讲那个 他们会用 有些某些人是用声音去迷惑人 他们就是用一个沙发 登山的时候 很累 很想要 这么想 诶 真是很累耶 就是一个 都只能站着休息而已 就是用一种屏障吧 不知道 对 然后 就是一个诱饵 然后要把大家抓条题 真的很像着魔耶 才会相信那个沙发 是这样的 对啊 对啊 很特别的耶 对啊 因为一般人登山看到也不会随便乱坐吧 嗯 对 反正那是 他说是他长辈的 亲生故事 对啊 蛮可怕的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之后 如果去登山 而且最近又是刚好忙草记 哦对 草林古道的 践行 大家有去践行的话 就可能还是小心一点啦 对 要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啊 或你的朋友遇到默兴 好不吉利 要怎么办 一个就也许是 就叫他的名字啊 然后把他叫回他的灵魂这样子 让他想起他是谁 另一个就是 可能你随身可以带个一串扁炮 就 请问谁会随身带鞭炮 就登山必备户鞭炮 不然就是手机下载那个 鞭炮的那个神 鞭炮有没有烧 因为他就想要抛到现在改帐了 对 就是制造一些神 想去拆除那个龟大墙的屏障 或是 不然就是带盐巴 或是带盐巴加米 哦对 我还有看到一个很 听起来很像来乱的 就是 他说小便这样 直接在某行那间 对啊 这不会触怒 触怒他们吗 这样 就很神奇 还是因为 有些人小便是酸酸的 或有咸度这样 当眼巴使用 哦 对啊 就是一些 破除魔心那的方法 这样 对啊 一些方式这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 我们这一集 老毛心那应该也聊 聊够多了吧 对 那如果说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我们在IG 就是每周三会有一个关于节目的 增稿的问答 对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然后如果你有投稿的话 就是幸运的观众呢 可以 就是被我们选到的 就可以在我们的podcast上面 分享你们的故事 对 我们就会进行分享 对 可以去IG搜寻ETtoday博宝 好 谢谢大家 喜欢要订阅我们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